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千年千里们。今天呢,我碰到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有一位高校的教授吧,也是书法专业的谈论丑书问题的时候,他就是说,他说其实有些丑书啊,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或者他们不懂,所以他认为跟他写的不一样,这叫丑书。 同时呢,他又谈到另外一件事情,说有些书法家学井上友谊的书法,好像作为这是一个刘秦芬,或者就是一个赶时矛,他对这个问题呢,是持批判态度,他说井上友谊那叫过时了,你跟着过时的干嘛。 我觉得这个话题呢,倒是切入了主题。好,今天呢,我就继续来说一说我的看法,就是我们不论很,什么人啊,要面对今天书法发展的重大的这个话题。 关于丑书这个话题,我一直在说,丑书论是一个谬论,什么叫谬论呢,就是他没有任何的依据,说这个是丑的,那个是丑的。 就是如果说你指具体的哪个人写的书法是丑的,这个也不是什么事儿,比如说你愿意说徐渭写的是丑书,还是什么朱熙写的书法是丑书,或者说是愿意说,这包括有的人说,借助于李后主,说颜正清的书法都是丑书,像个田舍汉插着腰。 那你这是你个人的对个别的具体的书法,是你自己的评论,你愿意说它是美,愿意说它是丑,不是什么事儿,因为这个见解啊,关于这个对于书法家的见解,对于说作品的见解,这都不是什么事儿,或者说人家是一流的,你说它是三流的,人家是这个三流的,你非要说它是一流的,这都不是什么事儿。 问题,我为什么要说书法提出一个丑书论是个谬论呢?关键就在于,它不是一个审美的标准,它是个人的一种好恶看法,所以个人的好恶看法就不能成为一个书法理论,也不能成为一个审美的一般的规律。 是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书法,从古至今,自从有了这个比较完善的审美之后,在书法领域,我们的南北朝时代就已经提出了书法封为三品九等,这样的一种画风方法,也就是上品中品下品,每一品当中都有高下, 这些呢,就已经明确的详细的把我们的书法的等级啊,或者是高下,封的非常清楚了。 这个封啊,是根据你的硬指标来封的,就是你的技法到底够不够,你的修养够不够,这些呢,里边既有穷众的关于技法的这个概念,也有专家们对技法的概念。 我们普通老百姓一般来讲 你有没有法 你学的是哪个体啊 是流体是掩体还是照体 但是大书法家 成熟的书法家 是不会提这个什么流体掩体这些事了 因为他们眼中的书法 你要破体 你要突破 欧体流体掩体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是不是没法了 对不对 所以说最高的境界叫做无法 但是无法不是无法无天 他要有一定的内在的东西 这个你也不好说 一句话就是我们创作的书法作品 要成立要成功 这是关键 所以我经常在视频里面批评的就是 我们当代的一些书法创新 不成熟不成功 两个不 说不成熟 你没有自己的原创性 就像我们那位 就是正常美院的一位书法教授所说的 清廉教授所说的 你学那个井上有意 井上有意过失了 你跟着井上有意的学 你说你丢人不丢人 这也是我一直批判 刚开始自己你学一学 尝试尝试也无所谓 因为毕竟他山之士可以公寓 学习任何人都不是什么事 至于说你学到什么程度 是立马是 就像我们学习古典一样 你学王羲之也不是错 你学到老到头了 还是在王羲之里边 在王羲之这样一个体系里面打转的 你也不是什么有出息的书法家 所以我们为什么书法要分等级 而不是分美丑 没有绝对的美 没有绝对的丑 好多丑的书法是很美的 好多我们认为美的书法 其实它并不美 关键就在于我们审美的标准 不一样 你要是建立在什么样的这个标准上 对不对 我们是按照大众的审美标准 那就是中品 所有的中品都是好书法 也不存在什么美和丑的问题 但是有两种书法 就有美和存在争议比较大 一种叫做下品 下品的书法 我们一般来说它是不合格 技术上不合格 美学上不合格 美学上不成书 技术上不成熟 它的创新当然也不会成功 这些呢 我们认为就是丑的书法 还有一些书法呢 它是超前的书法 它创作成功了 它也成熟了 但是可能我们不认可 我们不认可 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 好像它是丑的 但是实际上 你也未必用一个丑字 能够否定它 或者概括它的成功与失败的问题 丑不丑 不是美学成功的关键 对不对 所以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讲清楚 现在我就是今天要说 这个视频的关键是在哪呢 就是我们一些啊 就是高校的 这项一些美学教授啊 以及的 那都已经是有一定的层次了 是吧 面对我们大众 对丑书问题的看法 好像有时候也是摸能两可 有时候呢 看来它也是很清醒的 我想这也是啊 对于我们这个丑书 模糊概念泛滥的啊 这样一个原因 所以我就今天做这么一个视频 概括起来呢 我的意见就是说 这个丑书论啊 我们要站在什么角度上来看 我们从中品书法的角度来讲 就是它是合格的 在这个系统里边啊 就是它的技术都是过硬的 上哪去都是你挑不出什么太大的毛病 这是因为我们要降格来是呃欣赏 就是我们不把他的作品当做最高的最前端的最上品的书法来欣赏 我们就是看作它是写的字或者是它是艺术创作 但是这种创作的范围能力仅仅限于中品啊 就是中等啊 既不是一流的上品也不是很差的下品 就是中品 所以在这个范围之内 所以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就不存在什么美和丑的问题 只是风格差异不一样 你不能说哎 我是写草书的你这个写的楷书这个丑书 我是写楷书的又骂人家写那个草书的时候 你的这是丑书是鬼话符 是这个呢就不讲道理了 因为楷书也好草书也好 只要它按照一般的规则来写 写得好啊 把这个继承传统的这一部分完成了 那都应该说是好的 但这个好的限度在哪呢 就是我们完成了学习传统的这样一个任务 我们要真正的登上书法的高峰或者成就较好 还有一个任务叫什么呢 叫做超额完成学习任务 怎么超啊 那就是要突破传统 所以我们要占着标准比呀 当然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标准 是直接的按照自己的感管来说的 他不喜欢的他也不好说 他也不会评论 那就简单一点丑书 他觉得好 不论他写的是好还是不好 他说这个书美 但是现在也没有出现一个美书的说法 哪一个书法叫做美书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啊 还有人在强调 以丑书这样一个美学来审视书法 这本身就是对谬论的迷惑 就是对谬论的传播 我们希望大家要彻底的来批判丑书论的这样一个谬论 它绝对是一个谬论 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很多了 它没有什么艺术标准 书法里边不封美和丑 只封你是成功的 还是失败的 是成熟的 还是没有成熟的 是上品 还是下品 如果是下品 我们也一般不说它是丑的问题 当然下品的书法肯定是丑 好 今天这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的分享 欣赏和学习书法的快乐 谢谢